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脸书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加入粉丝团 就可以收到每天的新闻重点 还有精彩的节目预告 这个礼拜的新片很多 婚姻大崩溃 点破婚姻当中的爱恨矛盾 幽默的手法指导感情的地雷 亲爱陌生人在讲真心话大冒险 你敢在大家面前公开手机讯息吗 普利兹记者的场景锁定1930年代 一个记者揭露苏联大饥荒 惊人的真相 深海扩散打造全新的海底异兽 船上的人要如何同心协力 击败这个不明生物呢 金玉俱乐部是由身杖人士组成的 包括侍杖者 唐氏症 还有自闭症 他们有办法完成互钞任务 把海角七役运出边境吗 超完美社区的故事蛮诡异的 一对情侣他们逛到这个社区 里头的房子外观竟然是一模一样 而且买房怎么会送上一个婴儿呢 在介绍新变之前先来聊大明星 今天这一位是韩流的始祖 也是国民老公的候选人 最近几年作品不算多 是以拍广告为主 但是一出现总是让人惊艳 他不是42岁吗 看起来怎么像是24岁的年轻小伙子 这位韩流明星是谁呢 赶快进来 肺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肺夫电力公司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今天要跟肺夫取揭开明星神秘面纱的 心理评人佛罗阿德 哈罗阿德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院 嗯现在疫情已经解封了 然后呢也趋缓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可以去支持电影 但是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 对而且现在没有 已经取消梅花座的限制 所以大家可以跟亲朋好友 很开心的坐在一起 但后面可能就会有人踢椅子 好今天要介绍这个大明星呢 他的年纪啊 明明就已经是欧巴 但是怎么感觉还像个小鲜肉 已经42岁的他呢 最近现身首尾街头拍广告 又掀起粉丝的讨论 浅绿色的T恤呢 然后呢搭配墨绿色的西装裤啊 然后发型呢是非常随性的那种波浪的大卷 剥一剥头发都相当的帅气啊 来介绍一下元斌的明星魅力 对元斌是天蝎座 然后他果然就是一个蛮低调 然后有点神秘色彩 那对粉丝来说 为什么他这次现身街头拍广告 然后被韩国媒体捕捉 大家会这么的惊讶 因为事实上玄冰已经 呃元斌已经10年没有拍片了 对 嗯不论是电视剧或电影 大家都没有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新作品 因为他不断的 嗯虽然有很多剧本上门 但他可能都并不是很满意 所以他就推掉 然后这些年来 他就是非常的专心 因为他2015年得到了 嗯就是结婚 然后又生孩子 然后就是在陪伴他的儿子 然后只有偶尔出来拍一些广告 然后赚一些奶粉钱 然后其余的时间 他都是过着他低调的生活 非常低调的一个明星 我们讲到他出道的过程 他是出生于韩国的江源道 家里头除了父母 好像还有一个哥哥跟三个姐姐 大学才接触表演 但是在演艺圈出道的时候 他不是属于那种一炮而红的 刚开始也是演一些配角的角色 对那但是袁冰的外表 就是非常的抢眼啊 那就是在念 而且说实在他也是科班出身 大学念戏剧 然后研究所念的是电影艺术 那18岁的时候 他参加了韩国有线电视的新人选拔 然后因为他的外形 然后又有一些天蝎座神秘的气息 然后他就被拔阻 刚开始虽然是演一些小角色 可是事实上 他1997年演了一个配角 在电视剧里面一个配角 就引起了蛮大的注目 而且再过了两年 1999年他演的 他就当了那个爱我好不好 这个连续剧的主角 然后就得到了 而且马上就拿到了最佳新人奖 对就是那时候就走红了 可是啊 接下来这一部就相当相当的关键了 他跟宋慧桥宋陈县和演 蓝色生死恋 虽然不是男一的但是也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了 所以后来也被邀请到日本跟申田公子演出Friends 这也是日韩第一部的合拍电视剧 对那袁冰当然是具有那个偶像的外表 而且当时演蓝色生死恋 其实难一是送呈现 但后来连续剧演一眼奇怪了 大家后来更多人喜欢的 居然是饰演男二的袁冰 对那而且他不但因为这部片红到整个亚洲 甚至我们台湾 大家都觉得哇 这个袁冰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他那时候演的这出剧 他还拿到了百想艺术大赏 很多的这种演技的大赏 就是因为他在蓝色生死恋的演出 对所以袁冰其实是具有 那个偶像的外貌 但是他具有的是演技的实力 因为宋陈倩就没有得奖 宋慧桥也没有 条件那么好 电影怎么会放过他呢 在2001年他转战大萤幕 接拍的杀手公司 然后接下来这一部 他跟张东建在2004年 推出的太极其生死兄弟 成为当时南韩影史上的卖座冠军 同一年他还推出 来不及对女说 也登上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六名 所以当年也确立这个援兵一哥的地位 对那太极其生死兄弟这部片子 非常推荐给大家看 就是导演江帝鬼 他这个擅长指导这些战争式的场面 而且他把韩战造成了南北韩之间的对立 然后运用了一对感情非常好 张东建是哥哥 袁冰是弟弟 然后因为战争彼此本来是好兄弟 但最后必须对立 然后就是很重好像这种骨肉的这种悲惨的情境 也是暗喻了南韩跟北韩 他们本来就是兄弟啊 对却遭受了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种无奈 那所以呢 袁冰在里面虽然是张东建还是第一男主角 但是袁冰的演出也是可圈可点 因为大动作大场面加上一些感人的亲情的元素 好接下来呢 袁冰他想要脱离花美男的形象 他演出什么角色呢 他演出一个智障儿子 就是在凤俊浩导演的《非常母亲》 然后接下来他又挑战大叔 终于让他夺下一个大宗的影帝 对那在《非常母亲》 虽然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母亲这个角色 但袁冰以他的偶像的外貌 然后居然留了一个类似马孔盖头 然后演一个智障儿 然后这部电影拿到了青龙奖的最佳影片 而且还代表韩国参加奥斯卡外语片的竞赛 那当然之前讲的太奇奇当年也是奥斯卡外语片的作品 那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 选宾不是选宾 我也是讲选宾 袁冰只拍了六部电影 但他六部电影里面就有两部是当年的冠军 然后一部呢 有三部有代表韩国去参加奥斯卡外语片的竞赛 所以我觉得他挑片真的是相当的精准 对 而且最近几年他虽然就是进入家庭 结婚生子 有消息说他推掉好多的片子 大家知道是哪些呢 包括什么太阳的后裔啊 失速列车 与神同行 哇 每一部后来都是卖座的神片 对 但是也许他觉得陪孩子更重要 而且他可能觉得 因为大家可以看嘛 他到现在就是连他以前当的一些配角的那些电视剧 他也只拍过九部 那电影也只拍过六部 那其中有三部大家都觉得是非常棒的电影 包括2010年年也就是袁冰在比较退影 也不是退影啊 就是他后来逐渐没有拍片的那部片子大叔 然后当年也是韩国的卖座冠军 就是在说 而且他也因为这个拿到大中奖 等等的奖项 就是好像其他还有五个影帝的角色 然后这部片子也被誉为是 喷雪版的绝命追杀令 他因为就是邻居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遭受了一些事 然后他本来是退影的特工 他就以应用他的特工的常才去救出这个女孩 然后非常感人的演出 然后这部电影也即将在下周 在台湾的大荧幕上重映 对他里面跟小童星合作 让他转型成为一个实力派动作派的男星 那这个礼拜其实有一部 他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就是《非常母亲》 他在里面是饰演一个智能缺陷的一个小孩 然后因为少女惨遭杀害 他就被认为是一个杀人凶手 结果他的妈妈为了拯救儿子拼命奔走 他决定要找出真正的犯人 救出无辜的儿子了 所以大家想要回顾这个援冰经典作品的魅力的话 也可以锁定这一部《非常母亲》 那这礼拜还有哪些新片呢 哇非常多元哦 我们待会来介绍 电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隐君级 免费交代都可以 当电小二碰到隐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 欢迎回到电小二上映 我是节目主持人中广主播 曾武清也是肺夫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宣传一下 大家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哦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跟我一起聊电影的 一起来推荐电影的 还有影评人佛罗阿德 我们现在要介绍这部新片呢 是《婚姻大崩坏》啊 我觉得一句话讲得很好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刻自飞哦 好里面这个家庭 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他们前往一个滑雪的圣地 好像在进行一个旅行哦 结果呢 突然雪崩的意外 哎这个爸爸这个老公他是怎么样 他就自己一个人就跑啦 就酸了哦 他拿了手机就先跑 他有拿手机 对 那小孩跟老婆呢 就留在原地 因为他们下呆了 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啦 他那个雪崩其实是在 就是他们在那个 那种滑雪圣地 不是会有很多木屋的 二楼的平台上 然后有很多餐桌 很多家庭在那边用餐 然后他们后来看 旁边的山就是有雪 这样崩下来 然后大家就说 哎还觉得蛮好看的 没想到那个崩下来的雪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然后有点喷到 有点危险 喷到那个阳台上 有一些雪 就是到了阳台上 然后老公就酸了 但是其实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老公居然一 第一时刻就只带了自己的手机 就先绕跑了 那我问那个妈妈 那个老婆 那他当下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仅仅抱住两个小孩啊 仅仅抱住两个小孩 哇那应该很傻眼吧 好 那意外发生过后 那个老公 那个爸爸回到现场 就一副若无其事说 你们没事吧 来点餐吧 不可能吧 我觉得那个小孩 小孩眼里 或者这个老婆的眼里 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 对 然后妻子就非常生气 是 因为在这部电影中 这个比利 这个太太叫比利 然后她是个律师 对 美国的电影很喜欢 拿律师来那个 当一个角色 然后太太就非常生气 然后那而且她就是 甚至就在朋友的聚会里面 讲出说 我老公那天发生这个小雪崩 结果她居然自己跑掉 然后丈夫当场拾口否认 她说没有 我不是淘宝 我是去求救 去哪里求救啊 对 所以婚姻大崩坏 从这个片名 这场意外 也许就是个崩坏的开始 那接下来还发生 哪些的情节呢 对而且小孩就两个儿子 就有点瞧不起老爸 对 甚至老公否认 然后老婆还去把 睡觉的儿子摇起来说 你们出来坐镇 那天老爸是不是跑走 哇 那她一方面在同事面前 没面子 但男同事就觉得 啊这样是有点那个啦 但好像求生是人的本能 反而是男同事的女友 就觉得说 男人真的是太闹了 对那他们 他们是美国人啊 这故事安排 他们是美国人 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的 滑雪度假村去 对 然后也有点嘲讽 美国观光客的心态 但是其实这部电影 是改编自瑞典的电影 婚姻风暴 然后那个台湾也有上映过 那那个那个电影 还曾经代表瑞典 去参加奥斯卡外语片 是 对就是瑞典不怕 把家庭丑闻 然后去参加电影展 意思就是他们看起来后 你会觉得他们是一个 幸福的家庭 就是上流的家庭啊 上流社会啊 然后呢也是蛮有钱的 不缺那个什么其他的钱嘛 对不对 可是呢好像 感觉在这个婚姻 在这个家庭里面 就有一些矛盾藏在里头啊 应该说他们本来感情 就是不错 可能经由这件小雪崩 对 好像感觉到说 老婆会觉得这个老公 就是威尔法洛特饰演的 这个老公彼得 好像不太牢靠 就是我们在围急的时候 你就先顾自己 就是会有这种感受 其实他们之前的婚姻关系 是OK的 对那但是 而且就后来老婆就生气 然后后来就让老公去 带小孩去别的地方 就是滑雪 然后老婆居然就是 老婆就在这个滑雪村里面 继续滑雪 然后就有滑雪教练 然后滑雪教练呢 在滑雪小屋里面 就是对他展开诱惑 就小鲜肉 然后老婆可能以前不会接受 但现在因为发生了这个 动摇了 老公落跑 他心里想说 你这个男人没道义 那我何必要对你怎样 可是当然美国电影的话 一定会悬来了嘛 对 对都是这样子 然后于是呢 那就是在这个滑雪度假村里面 然后开始两个人 就产生了一些心结 不过当然 最后老婆也是很有智慧的 制造了什么机会 让重建他老公在这个 小孩心目中的这种 就是要把这个爸爸 临阵脱逃 这个把他洗白一下形象 洗回来 对对对对 所以呢 所以就是重新帮老爸塑造了 一个良好的形象 但美国结局跟美国版的结局 跟瑞典版的是不一样 然后瑞典版我觉得有更深刻的 一些寓意 但美国电影可能怕观众看不懂 所以他们安排了一个比较玩耳 比较浅显的结局 但意味就没有那么深长 算是一个喜剧片 但是是用嘲讽的一个手法 然后点破这个现代人啊 藏在这个婚姻里面的一些危机啊 好我们最后给婚姻大崩坏一个电影指数吧 求生本能对婚姻的考验三颗心 哇危机是无所不在的 那接下来这部片呢 亲爱陌生人 他拍过几个版本了 这个我以前只知道有那个法国版 中国大陆版韩国版 那意大利最先开始2016年的意大利版本 在我们台湾上映过 然后之后也有韩国版本 然后后来我知道有中国大陆也有翻拍 然后之后还有备受好评的 就是认为仅次于原版的西班牙版 还有希腊版法国版墨西哥版 土耳其版以及俄罗斯版 这样数下来有没有十个版本啊 哇很多 然后第十个版本是德国版本 也就是这周要在台湾上映 就是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见面的 亲爱陌生人 对但第十一个版本是美国人 美国人这次怎么跑那么慢 他们正在翻拍中 美国也要拍了 对 其他故事差不多了 就在讲一个月黑风高的一个晚上呢 好像有七个人嘛 对那他们关系 月食之夜 月食之夜 哇那气氛是相当相当的 不太寻常的就诡异的感觉 那他们就提议的 提议说什么呢 呃就是在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 就把自己的手机啊就放在桌上 他们好像是说 无论是任何的讯息或者来电 你都必须要把它公开哦 对对按 就是按大家可以扩音 哎这个我不敢玩 然后还有图片 这太大胆了吧 对就是任何人传来讯息图片 什么通 通过影像都要公开 天哪 对那因为他们里面是 其实是呃有四个人四个男生 他们从小就是好友 是的 那现在变成三对夫妻 还有其中一个他还没有伴侣 然后他们就七个人 然后呃就是一起吃饭 在月食之夜 那当然这个德国版本呢 其实这部片子我觉得 不论他剧情中间的安排 还有片子的一开始描述四个小孩 小时候的友谊 然后到最后结尾 都非常符合德国人呃 务实的精神 德国人就比较谨慎啊 就是他的结局完全跟原版不一样 哦真的啊 对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改编 就是因为他们是德国版本 然后那他那他前面那个也是非常好笑 就描述九个小 呃就四个九岁的小孩 然后他们就一起玩啊 在户外那边玩 然后其中一个傻白笨的一个叫利奥的 他居然就说 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要煞雪为盟 我就想说哇塞 连德国都有煞雪没有 小朋友就要煞雪 他就拿了一把小刀说 哎要把手砍一点点 然后大家混血 结果没想到他砍一点就喷血 然后还喷到脸上 然后大叫说救我救我 小朋友吓死了 然后他们就叫救护车 然后就有人在拍 他们自己就拍 蛮可爱的啊 就上那个救护车 然后那个小孩还说 蛤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然后就说这笨蛋就是你建议的啊 对 对然后后来镜头就转到 他们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 还是好朋友死党 然后他们就一起 然后但是自从他们结婚之后 你知道结婚之后就会 那个性有没有改变啊 没有啊 他们的个性就是 性格还是差不多 对对对 但是这部电影有两个 我们台湾观众非常熟悉的演员 一个就是意大利影帝弗洛里昂大卫弗兹 然后呢 他在里面饰演的一个 大同学都不知道他是gay的角色 然后因为这一次的聚会 然后他也是里面唯一的单身 他会带为什么会单身 同学都不知道他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聚会当中出柜 是因为手机的讯息上面漏了些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也是德国的影帝 然后前阵子我们来介绍 他的罪人的控诉 对的男主角 就是那位土耳其的移民 对就是木巴里克 然后他在里面也是演 一个重要角色 那这两个演员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哇 我觉得这个游戏 还是不要轻易的尝试的 因为就是太多太多那种关系啊 因为你不知道 你公布之后的代价是什么 比方说他们之间 有哪些信任的关系 就面临到崩解啊 对啊非常多 然后例如可能也有婆媳问题 婆媳问题 对那也有职业妇女 例如里面一个职业妇女就讲说 我想要兼顾家庭跟小孩 但是我生了孩子双胞胎之后 我回去职场上班 然后我常常胸部非常的痛 要挤奶 对就是讲 然后大家怎么知道你有这样的辛苦呢 男人根本不能体会 然后另外呢 还有教养小孩的问题啊 比如说小孩已经是青少女 他可能想要跟喜欢的男孩发生性关系 那该怎么办 然后更惨的是 中年男人的心也不是很安定 对 然后可能会网路跟人家 想要出轨一下 对啊 精神出轨啊 或者是真的出轨 甚至已经有太太 还让别的女人怀孕 哇光你这样讲下来 我都听着头皮发嘛 但是这一切都赤裸裸的 就公布在手机上面 而且他们讲的男人们 其实都认为死党们之间 死党偷吃 其实不是错 男人偷吃不是错 错的是 你没有把嘴巴擦干净 没有把证据 淹灭干净 那就是你的错了 天哪 那精力崩坏之后 要如何把它建设起来 还有可能吗 对 那这个的结尾 就不会像意大利原版 或者是其他的版本 那样说 哦 因为一个月圆 然后月食过了以后 对 一切就没发生过 当作没事 不是当作没事 是 那些又回到平常的样子 不是 就是应该说 意大利的版本是说 啊这些月食的时候 他们欣赏月食 然后吃饭 然后后来爆出这些事情 然后大家翻脸 怎样怎样 偷吃什么都现行 然后但是当他们到 呃 那后来月食时间过 因为月食只有几个小时 对 过了以后 其实这些事情 根本没有发生过 那德国可以这样子吗 德国人可以传过水无痕吗 不会 根本没有发生过的意思是说 那些 就是当时 有人就 呃 最理智的那个角色 跟大家说 不要玩 所以那一些 都在月食的时候 大家以为的就是 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会发生这些事 一切都是月食的错 对对对 可是月食过了以后 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些事 大家还是 原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事 大家还是带着你的伪装的 叫他阿Q了吧 不是不是 他不是阿Q 就是他是一个类似 有点像平行时空 是 你根本没有做这件事 是 就是拒绝做 把手机放在桌上这件事 所以这些事都没发生 那有发生事 如果一旦这么做 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但是德国版 他很务实 怎么可能没有呢 对啊 就是这些事情还是做了 然后但是 后来就有 意想不到的 呃 很很温馨的结局 是 例如 gay的朋友 原来在学校 就是被排斥 对 被发现他是gay 然后有很多家长 要叫他离职 然后他们去 就揍那个 揍那 帮忙出气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那家长会长就说 你是很好的老师 你要留在这里 之类的 就是 而且最后还有一个 让大家觉得 诶片中里面最老实 最好的那位男人 原来他也跟 呃 呃 我们某名人一样 也有第二只手机 哦 好 所以这个亲爱的陌生人 亲爱陌生人 他有拍出 德国的特色 好 最后给他一个电影指数吧 手机是 现代的 潘朵拉盒子 不要随便打开哦 四颗心 一旦打开 哇 后果是 难以估计的哦 好 我们带我来介绍其他新片哦 不要错过了 欢迎大家回到 电影下路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 肺夫 中广主播 曾武清 今天请到来宾是影评人 佛罗拉德 接下来聊两部新片哦 第一部片呢 是超完美社区 里面是在讲 哎 他们是伴侣吗 结婚了吗 还没 还没结婚 他们是计划要买房子 对 就是计划要结婚买房子 然后去看房 看房 我觉得看房好累哦 对 而且这个社区 还是 怪怪的 你进得来 出不去 进得来出不去 那里面的景象 阿德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那边的景色啊 包括他的一个区段位置啊 就是在一个郊外 因为他们其实 之前也没有看过那区域 是他们 就是 因为一个是幼稚园老师 女主角是幼稚园老师 那男主角呢 是一个木工 对 那他们两个就是情侣 然后情 哎 有点就是想要 可能住在一起啊 要成家之类的 那他们就无意间来到一个房仲的地方 然后房仲就跟他们说 哎呀 既然你们来了 不如就去看看吧 于是就开车到 他们就跟随了房 房仲开一辆车 他们开后面一辆车 就到达了一个社区 那社区很大吗 非常的大 干脆非常的惊人 那么每个房子呢 都盖得很整齐 然后就一排连栋的透天 然后可是他都漆上深绿色 深绿色 然后就是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 看了会觉得 他们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 白天啊 白天去啊 房子每一栋都是一样 有点阴森的感觉 也不是阴森都很新 很新 但是你就说不出来 你就全部深绿色 然后一排一排的房子 就是大家常常看电影里面 那种美国中产阶级住的那种 透天的 对 那一栋一栋 然后但是每一栋都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没有遇到其他的人吗 没有 那而且就是他们就带房仲 这个房仲也非常的怪异 就带他们到了一间九号房 就编号 因为房子都长一模一样啊 你一定要编号 就九号 然后他们就进去 然后看了好像还不错啊 然后他们后来看一看 没想到房仲不见 出来他们也看不到房仲 他们想好好也好 我们根本不想买这个房子 这个地方怪怪的 赶快走人 赶快开车出去 结果从下午开到晚上 还是一直都在这个社区 你说就绕不出去啊 绕不出去啊 而且 不是只要巡原路回去就好了吗 对啊 可是这社区每个路都一样的啊 而且每个房子都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他们就开了半天 搞了半天 最后停下来 一看还是九号房 天哪 对 然后两个就吓到 就想说已经是晚上了 也没办法就先进去 就进去 居然还有送一个箱子来 里面有食物 那食物看起来是草莓 好像很好吃 就吃一下 外表很好看 那吃起来好像不是人类的食物 就没什么味道 然后两个人出不去 也只好这样啊 那他们就在里面 然后就第二天 他们就想去办法 甚至爬上屋顶 然后去看像什么屋顶 看哪里有出路 对 也是没有 他们为什么不报警啊 或者说求援啊 没有手机没有讯号了 没有讯号 对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的天哪 就很恐怖 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说 对那个学校不是有教吗 就朝着太阳走 那个地方就是东方 我们就用走的 开车找不到路嘛 我们就走了 寻着太阳的方向 结果走 从白天走到晚上 然后呢 太阳都下山了 还是在这个社区里 还是在九号房 然后最后 最后早半天 蛤 还是九号房 这很恐怖 然后他们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又收到一个箱子 因为他们常常会在门口 会说收到 莫名其妙 谁送来的啊 不知道 不知道 应该是神秘房仲嘛 结果有一次打开 里面居然是一个婴儿 之前是送一些吃的 结果这次是来一个 活生生的婴儿啊 对 然后上面写着 想要自由 就把孩子养大 太可怕 那他们就决定 把他抱进来哦 抱进屋内 没办法 不然怎么办 因为他跟你说 你想要自由 也不能丢到那边啊 不是 他说你想要自由 你就要把这个孩子养大 那所以你 他们自己无法离开 虽然他们已经在 屋里上写着 help 对 希望有飞机飞过去 可以看到 但是始终没有人来救他们 就突然之间 他们本来是想要来看房 但是现在 好像就在经营自己的家庭哦 对 然后四周都是空房 而且还有新的成员加入 对对对 而且那个小孩 非常的怪异 是 他98天 他就长到五岁 98天 也就是说他一下就会爬 然后会做会讲话 他倒是没有演那么多 他只是演到那个小孩 就是一个五岁 然后呢 看起来是人类的样子 对 但他生气的时候 就会像鸟类一样尖叫 哦 因为其实这部电影的一开始 当男女主角还没出现之前 其实他是个生态影片 他出现了不古鸟 然后不古鸟又叫杜鹃 他们有一个习性就是他们自己产蛋的时候 他自己不孵化 他都把蛋产在别人的草里 然后让别的鸟儿帮他孵化 哦 哎 这样好像跟他们故事的剧情 好像可以兜在一起 对对对 于是然后他们就非常的悲惨 然后那个小孩三不五时就尖叫 而且那小孩子会模仿他们讲话 模仿这个汤姆还有这个女主角 他们不会觉得毛毛的吗 会啊会啊 这一切的一切 可是这个女的有时候又会有一些 母性 因为在这里就只有他们三个人 没有任何人 他们很痛苦 然后于是 其实啊这部电影 我觉得他透过这个方式就在讲到 好像很多人的人生 就是哦 你你学校毕业了 开始工作 然后你就想说 哎走上人生的道路 可以买房子 结婚 生小孩 买 生小孩 买房 那这样的人生 他就用一种恐怖片的方式来预演 就每个人走上了这样条路 对就是你好像你呃你工作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组成一个家庭 然后呢买一栋房子但是你就陷入那个无限的轮回里面 因为你要付贷款什么的 对然后你好像付到一个囚牢里面 然后那个小孩刚开始可能也还OK 然后后来他就像一个怪物 叛逆棋就尖叫了 对然后 然后后来又是完全不受你控制 对 那就是他们就好像变成像怪物一样 这个九号房的噩梦 对你在外面尖叫或你在外面有些什么事情 是 呃 怎样 那那个孩子还在家里看电视 然后就不理你 然后而且那小孩看的都是很诡异的图像 那个那里的有一台电视 但那个电视放的都是类似那种曼陀罗之类的 这种花纹图案 只有他看的懂 就有点像父母根本不懂的小孩在讲什么 哎我们这样子讲这样介绍这个影片 会不会这个少子化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绝对会 那对然后后来父母就是 糟糕 对对这两个其实他们没有很老 他们还是年轻 因为这小孩是快速长大 对 对结果后来他们筋疲力尽死掉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是拿了一个尸袋 没有他这时候因为他很快速长大 他已经变成一个青年人 是 他就拿个尸袋把你们装进去 然后而且最近报的是 最后这个女主角要死 当时他他还是二十几岁 对 这个女主角还是二十几岁 因为这个小孩快速长大 然后他那个尸袋要拉起来的时候 那个小孩还说妈妈 结果那个女主角就骂了他一句 嗯 我不是你骂 对然后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恐怖的社区里面 就好像是很多人的人生轮回 然后好不容易就把这个孩子扶养长大 但是孩子你也不理解他 他好像就是一个外星人 就像这电影里面 这个孩子是一个外星人一样 然后父母最后就是鞠躬进翠而死了以后 哇 对就是然后但是后来又轮回了这个长大年轻人就是替代 原来的房仲 对然后他又继续迎接下一对来看房的年轻夫妻 天哪真的很像那个轮回哦 轮回的一个概念哦 好我们最后给超完美社区一个电影指数吧 一条龙人生指数历程三颗星 好赶快离开这个社区 我觉得我们带你到这个海洋 但是海洋里是危机重重啊 接下来介绍这个新片的深海扩散 深海扩散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像是在讲一个女科学家嘛 对呃就是一个女研究生 对那他是专门研究海洋生物 那这部电影的主角其实是这个女研究生 对那编导呢也是一位女导演 我们替他鼓鼓掌尼莎哈迪曼 那当然呢呃这位女导演啊 他他边写了这个故事 其实这部电影呢 呃就着是大家呃表面上看起来是 他们出海的博士研究生 跟着一条渔船对然后出海 这是他研究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要研究海洋 你不可能只是指上 或者是做一些实验对 你必须他们的学校规定 他必须要跟着船一起出去 然后这是一个实习的过程 对那他必须去 那表面上看起来是他们在 海上的时候遇到了呃非常恐怖 怪物不知名的怪物 但这部片只限于他的预算 嗯然后没有办法像好莱坞那样 可以搞出那种吓死人的异形 对那很巨大然后很逼真 但是导演透过这样的故事 表面上呢其实他在讲一些 人类对于海洋或者是对于 其他生物资源的掠夺 然后造成的环保的危机 而且另外一点啊除了外有这些危机之外 其实在船上那个气氛是不是 他也觉得自己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跟压迫啊 倒是还好 其实船上的那些人对他还不错 但是毕竟他只是 他是属于一个学霸 对研究型的 那那些其他的漁夫 包括也有女的 对那他们都是属于是真正的在捕鱼 就是比较接地气那种 对对对他们是属于一个是学院派 一个是真正的实际操作派 其实他们对他也都是不错 那其实虽然这部电影是小成本 但导演呢控制那某些气氛 就是哎当这船开出去之后 就是因为应该是说那个博士研究生 刚开始出现因为天气有点冷 他戴着毛帽 结果后来他帽子拿下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 原来其实渔夫那个西洋的渔夫 有一个传说就是他们 比如说有人来来 真是选那个那个船员 他们一看到是红发是 绝不入用 因为是不吉利的象征 因为船上就是有出现红发 会带来厄运 这样不公平啊 对那个红发的女生来讲 没有男生也是一样 他们没有了 他们如果平常雇用渔夫 是不雇用红发的 对对所以而且西洋 有很多的传说就是说 红发的脾气比较坏 当然那个是脾气比较坏就是 我知道就像那个棒球场啊 很多球员都不希望自己的球具 被女生碰 对对对 然后他不是针对 专门针对女生 他们是针对红发 所以他们一看到他的红发 就吓一跳就想说完了 会带来厄运 就是那些渔夫有这种乡野传说 当然所以这个女生登船之后 果然就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 那包括船长杰拉德或什么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 这里面船长的应该是他的女友 或什么是真正的老大 就是康尼尼尔森所饰演 那大家应该有看过 这位丹麦女演员之前演过 那个就是很多的好莱坞电影 然后所以这部电影里面呢 其实就是他们触犯了禁忌 然后进入了不该进去的海域 然后于是呢就开始船上 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很恐怖的是眼睛会先爆裂 是 对等等的 嗯就是不明生物的攻击啊 然后就像那个感染病一样 好我们最后给深海扩散 一个电影指数吧 海底异形来了三颗星 好大家来介绍最后两部新片 不要错过了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路上 我们要介绍最后两部新片 今天跟我一起推荐呢 还有影评人佛拉德 那么在推荐之前呢 还是要请大家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只要加入中广主播 曾武清的脸书粉丝团 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大家一起来聊电影 那么接下来介绍这部呢 金鱼俱乐部 哇非常非常的好玩 这个题材呢非常爆笑 好像是在讲运钞任务 这个运钞任务是要运过国家的边界 对 对 刚刚我们 其实我们最近很荣幸啊 刚刚介绍的那个《亲爱陌生》里面 有两位德国最红的男演员 对 然后第三位就是我们这部 金鱼俱乐部的灵魂人物男主角 今天德国的巨星这个礼拜 是光临台湾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德国的三位帅哥演员 也都是影帝级的 然后汤姆希林饰演的是 他本来是一个就是那种 类似大家知道的 银行金融业那种专门帮 有钱人操盘帮他们投资 然后非常厉害的那种国际投资专家 那应该也赚了不少钱 赚了非常的多 而且他都是开名车 但他呢 其实本来是非常的风光 但是有一天就是因为路上塞车 然后他为了要赶着去公司 然后开会 于是呢 他居然因为他这一条 这一对这一项的道路 要去那种观光圣地或什么 就塞车嘛 所以呢 他就急着要他就居然 回转到对面车道 因为对面车道没什么车 好危险 然后呢 就撞车了 就发生车祸了 然后他就瘫痪 下半身瘫痪 只能坐在轮椅上 然后他一心觉得 我还可以再回去 那事业不就完了吗 对 而且他就跟这些身心障碍的人 在这种安养中心 附健中 那可是已经很痛苦了 后来又接到瑞士银行 打电话给他 瑞士苏黎市的银行 打电话给他说 先生你在我们这里有两个保险箱 然后 然后现在呢 德国国税局已经写信给我们 发函给我们说 你有涉嫌洗钱的嫌疑 他们要来 就是发函要来检查 这两个这个保险箱 那现在怎么办 就是赶快把它运走啊 对对对 有没有不轨 或者是逃税的嫌疑 那如果有的话就要没收 那他就先发函给你 他说我们已经收到这个函了 那我们已经回复他说 当然是你这个是依法行政嘛 那当然依法我们要先通知你 因为你是所有人 然后他就非常的紧张 完蛋了他人瘫痪在这里 怎么去拿 怎么办 而且他的确有逃税 他在里面藏了一百二十万欧元的现金 那大概是多少钱啊 一百二十万天文数字 对而且我们在电影中 真的可以看到那个 一叠一叠的钱 薪钱一叠一叠 他都藏在瑞士银行 这时候怎么办 他就把那个脑筋 动到他心结交的这些朋友身上吗 那些人本来不是他的朋友 他们根本也瞧不起他们 因为他自认他是金融高级精英 然后这里面有收容的有自闭症 有高功能的自闭症等等 然后还有是唐氏症 身心障碍啦 就是有一些智能缺陷 或者说身体上面的疾病 还有视障的人士 看不到的 对对对那本来是弱势 后来变视障 是等等的这些人 他本来都看不起他们 结果后来他 他因为他很聪明嘛 他就动脑筋 因为他的另外也有同事 就被抄了 他同事就赶快去瑞士 把自己的钱带回来 他的同事 可是呢 就 然后同事就跟他说 他把钱藏在那个 底板上或什么 可是他说 德国的狼犬真的好厉害 警察就带了狼犬 闻一闻 他说就闻出来了 德国的狼犬还会 除了会轮毒品 还会闻钱 但是他就被抄了 钱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啊 对啊 他就被抄了 然后他就说 所以你这招是不行的 对 然后他就开始想说 那怎么办 这120万欧元 而且他现在已经生病 他需要这个钱 对 他讲了一句话也非常的 非常的让人 他说你们平常 平常人买一个座店 到IKEA去买 需要几欧元 但是身心障碍人士 像我这种 下半身瘫痪 我用的座店 要非常好 一个就要1万多欧元 所以我需要钱 然后他就动脑筋想说 好吧 虽然这些身心障碍人 我瞧不起他们 但他们是可以利用 对 我们就他就假意说 怎么利用呢 他很有钱 然后瑞士 没有瑞士真的有 反正现在有很多 那种什么疗法 说起码可以让身心障碍人士 得到疗法 但是瑞士 推出的一种叫 骆驼疗法 对 在寒冷的瑞士 居然弄来一堆热带骆驼 是 然后说身心障碍人士 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 对对对 就这种邪门歪道的 那疗法 然后但是那里 梳离是非常近 只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他就借机 跟院长说 那我们就把 我出钱 让他们去那边 然后他就 甚至把钱 领回来 然后把他藏在车上 或这些身心障碍的人士身上 然后通过边境的时候 德国警方就会 这是身心障碍 就是夹带在他们身上 然后可能呢 我们看到一般的身心障碍人士 都会给予 比较多的宽容 不会去刁难他们 而且他 不会检查 而且他们有 有那个 这是正当的安养院嘛 对 对有正名 然后对对等等 但是当然一路上 就会发生一连串 让大家匪夷所思的一些 trouble的状态 甚至到最后 变成四丈人士要开车 所以一路上非常爆笑 对 因为突发状况很多 对 而且最后还有一个 非常劲爆的结局 让大家想 啊 你真的没想到 所以这这部电影 其实也反映了很多 都身心障碍人士的处境 还有安养院等疗养基金会 他们的困境 但是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处理 对对对 因为社福金金越来越少 好那最后给金鱼俱乐部 一个电影指数吧 身心障碍人士的无障碍犯罪行为 四颗星 好介绍完比较轻松的 那接下来这部片 应该算是比较震惊的题材 普利茨记者 是在讲这个二战前 一个记者揭露 苏联大饥荒的惊人的真相 所以是以记者为主了 这个故事 对这是真人真事 对 而且这位先生的 到了乌克兰 就是当时是属于 苏联共和国的 对 其中一个地方 然后他发现了这大饥荒 死了几百万的 他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非常的残酷 对 然后这是真人真事 然后但是这位 后来他就勇敢的揭发了这件事情 可是后来他在1935年 到了内蒙古去访问的时候 苏联为了报复他 当初报道了乌克兰这件事情 所以就谋杀了他 他在30岁之生日的前一天 就被抢杀了 哇 走得非常早 对 然后这部电影呢 就是 因为是真人真事嘛 就描述他 他本来是英国的一个 就是念政治经济 这方面的一个 博士生 然后后来呢 他就是当然就担任 那种 英国的这些政要的 就是他们会有些智囊 或是什么等等 因为这有很多国代 国会议员等等 其实他们对很多事物 都不是这么了解 他们需要他们下面的这些智囊 帮他们拟定很多的政策 然后提案等等 那故事的一开始是说 他做了很久 可是最近怎样 他们就是跟他说 经费不足或什么 要他离职 然后呢 因为他以前曾经因缘忌讳 在一个记者的街头下 他访问了刚崛起的希特勒 对 对 对 所以呢 他就想说好 那我现在既然已经被fire 不如我想要去苏联 访问史达林 哦 因为史达林一直在宣传 我们这共产多棒多棒 对 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好 风衣足食等等 然后他就想说 我去访问一下史达林 这个当然是还没有 二次大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对 所以他就要去访问 就会看看是不得了吧 哪像他们宣传的这样子 对 而且因为这位记者 他以他的母亲曾经在乌克兰生活过 在那边可能教英文啊 对 那所以他对乌克兰也有一些情谊 所以他就到了 就是避开了这些 因为他到了莫斯科 其实很多 莫斯科真的是歌舞生平 然后有很多 美国驻莫斯科的记者 然后在里面 哇 还开性爱派对呢 还多人运动 邀请他去参加 可是这些记者 通通被史达林收买了 收买了 然后他们都报道说 嗯 嗯 苏联的大革命啊 都不是真相 或是什么 通通都很好 对 人民都过得很好 就他就觉得不对 就做大外宣啦 对 然后后来他就自己 因为他也会会有一些乌克兰语 然后他就 诶 潜入了乌克兰 就才发现一票的惨剧 甚至有一天 终于他昏倒了 因为他落跑嘛 嗯 就是他终于缺乏食物 然后昏倒了 有几个小孩子救了他 然后小孩子给他一碗汤 然后汤里面居然有肉 他就吓一跳 结果后来他就问小孩子 肉是哪里来 小孩子说哥哥给的 然后他后来就哥哥呢 他说后门 他打开后门 才发现那个哥哥死在雪地里 然后小孩子刮他的肉 哇都已经饿到要必须要吃人肉 是哥哥的肉 那么残酷的 那么残酷的一个真相 对对对 好那这个是一个普利兹记者 他最后呢也把他报导出来 好我们最后给这部电影 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指数呢 两个记者的对比 四颗星 嗯 对 好介绍完新片之后 接下来要进入台北票房观测站 要公布上个礼拜的台北 周末票房排行榜 好虽然说新片蛮多的 但是呢很多很多部呢 哎都是这个经典哦 所以也造成这个经典片 其实也挤上这个排行榜 好第一名是二分期的魔法 190万 第二名是鬼魅 73万 第三名黑暗骑士 五十三万 第四名末代皇帝 五十二万 第五名是泰国的恐怖爆笑片 七历人森 也有四十八万的一个成绩 好接下来就是要考验影评人的时刻了 两个小单元 孤注一职大作战 还有抢救影片大作战 孤注一职什么意思呢 如果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阿德这一票投给谁呢 这周介绍六部电影 其实都蛮推荐给大家 但如果大家想要轻松一下 又想要有一点点获得的话 我觉得喜剧金鱼俱乐部 推荐给大家 然后这部电影呢 非常轻松幽默 但里面又有暗讽的是 政府删减福利支出 然后还有以及有很多的 这些投雇经理人 他们在瑞士银行偷藏钱 黑钱的内幕 当然我国也有很多人 在那边常有黑钱 对啊不要忘记海角七役啊 对对对之类的 然后所以呢 这部喜剧我觉得 挥鞋有趣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抢救影片大作战 如果想要支持即将下档的好片 要救哪一部呢 我们要推荐的是俄罗斯的电影 绝杀慕尼黑 改编自苏联的篮球队 如何在一路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 居然打败了万年不败的 美国篮球队的真实奋斗 然后热血的故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影片人佛拉德 聊到这边咯 希望下次阿德来到节目当中 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好听大家赶快加入肺腹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只要加入中广主播 曾武清的脸书粉丝团 按个赞就可以咯 电影下入上影在每个礼拜六上午 九点钟首播 如果错过也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已经上传到YouTube 只要在YouTube上面搜寻 电影下就上影 影是电影的影就可以的 也希望大家看完听完以后 帮我们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咯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